自从你的出现我就开始倒霉 我不是你们有钱人玩的玩具 我也玩不起 对 我家里是穷 没钱 但是 我有骨气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知 就请你马上离开 保留我最后一点尊严 可以吗 喂 严夏到底出了什么事 严夏他妈被骗了五百万 过几天必须还款 如果还不上的话 店铺和他家 就要被查封了 这个忙 只有你能帮他了 行 我知道了 你先放下手上的工作 去帮我查一下 严夏的母亲 向哪家银行借的贷款 不是 这怎么查呀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我只要结果 是 这不是为难我吗 喂 你好 喂 请问 萧氏光年的负责人在吗 我就是啊 是这样的 我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关于您母亲贷款的事情 我想请您到我们这里 来做个证明 好好好 我 我马上过去 怎么了 银行来电话说 让我过去做个证明 说不定可以延后还款日期 郑总 我查到了 在文锦路的平安银行 辛苦你了 周琴 如果你能独立帮助文向 解决上市问题 让严夏离开DI 我也不反对 但是你必须拿出实力 让他们知道你的设计 和市场的接受度 这样 我相信 股东们一定会答应 你提出的所有要求 我会证明 我在DI是不会被取代的 我相信你 一场好戏 又要登场了 我的一些设计 竟由新设计师 在严夏改良后 达到了上纪的标准 这反而让丁总 对我的设计产生了质疑 所以 我想跟严夏来场设计比赛 谁输了这次比赛 谁就离开DI 银行欠款 现在已经还清了 还清了 应该是吧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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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莫辰 我为了感谢你 帮助我 还清我们家的债务 我宣布 从现在开始呢 你是我 销市光年最大的股东 你放心 五百万呢 我会分期偿还 至于这个利息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 多算哪 这件事以后再说吧 你现在赶紧回公司 如果延误了交稿 丁文啸可不会放过你的